字幕提供 新的信用 今天我要來開箱MacBook Pro 我現在人生的第一台筆電在我手上 沒有錯 大家所看到之前我用的筆電Acer 那是我媽媽的筆電 並不是我自己的 那我這次來美國也是跟我媽媽借筆電 為了不要再跟我媽媽借筆電 所以我利用這次感恩集的特價 買了這一台MacBook Pro 13吋 我現在要來把它打開開箱它 CremiumBeat.com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在勇士隊的組長開開箱 因為剛剛好經過這裡 然後我就想說不然來開箱一下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剛剛我去問那個店家 因為我剛剛先去這邊的store 去看一下球衣 所以店家跟我說這附近呢都不太能拍照 因為這邊的security管得非常的嚴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如果不能拍的話 那我是不是也不能錄影 但我決定還是偷偷來錄影 打開囉 先來看一下它給的一些副產品 副產品呢有一條線 雖然說很多youtuber都已經早就開過MacBook的開箱 但是因為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台筆電 所以我一定要來開箱 而且又在死隊頭勇士隊的組長 我今天特意穿上LeBron James 看到嗎 這是一個宣示主權的概念 好不好 而且它設計很輕巧 就是可以這樣子拉開 就讓你直接拿到這個充電筒 我覺得還蠻爽的 好充電的先不管它 這邊戶外呢沒辦法充電 重頭戲就是這一個 好爽喔 這台筆電呢1.37公斤 這一代呢它的SpaceGrey 已經捨去掉以前的蘋果會發亮的這個Logo 現在它直接像手機一樣的那種反射 有個鏡面的處理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現在來把它打開一下 好香啊 打開它有一層保護膜 它正在跑程式 然後問我說要選中文英文 我來選一下齁 一起選 一起選 選中文好了 以免看不懂 Yeah 太美 儘管在危險 我喜歡蘋果它的這個操控面板非常的大 我五隻手指頭放上去都還不會覺得太急 然後 注冊你的Mac 我現在在美國 所以選美國 繼續 大家有注意到嗎 美國買的MacBook Pro 就是沒有任何的注音 它上面就只有英文字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就訓練出 不用看注音的位置 就可以打出中文字 所以其實我現在不需要任何的注音 對焦為什麼都一直對後面的球場 球場比我重要嗎 對 這一集大家應該是在看球場 把球場擋住 對我 對焦對我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Touch Bar 它只要按一下右邊的這個Touch 比如說我現在要設定音量 就可以這樣 設定亮度 超暗 超級省電 超亮 超級耗電 這是什麼 這個是播放的那個速度 你可以調 你要到哪一分哪一秒 哇這個對很常看影片的我來講 是最適合 喔還有這個 它不只可以用拉的 它也可以用按的 就跟原本一樣 對 音樂讀器 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Fly Server 請按下Cmd鍵 按三下Touch ID位於Touch 幫她的注意右手 等一下看勇士隊主場的Wi-Fi 希望給過啦齁 喔唷 這是勇士隊主場的Wi-Fi 剛剛不是說在偷連勇士隊的Wi-Fi嗎 他現在進去之後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有一些Ticket的一些優惠 我說不要 Welcome to Oracle Arena 哇連進來了 偷勇士隊主場的Wi-Fi成功 然後可以把它鎖起來 把他移開 第一次拿到Apple的筆電 完全不知道怎麼用 欸他一直強姦我耶 一直跳出同一個視窗是怎麼樣 Apple ID的登入 喔這邊不能讓你們看 哇 已經登進去了 我的人生第一台筆電 第一台MacBook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 12點59 它時間非常準耶 跟我手機一樣 聽說Mac不用關機 它直接蓋起來就好 我按一下關機好了 其實一開始不要關機 都習慣關機 原本在思考說到底要不要買TouchBar 因為很多人說TouchBar其實用不太到 那我後來就上網爬文啊 看了很多人的開箱 然後也看了很多文章 發現TouchBar還是它的好處 這次就決定選擇買有TouchBar的 味道真的好香喔 這一集在Oracle主場挑戰 穿LeBron James的球衣開箱MacBook Pro 太開心了 因為我一直很擔心旁邊有那個Bodyguard 會直接把我請走 在美國呢 很多事情是很嚴格很嚴謹的 不管在美國的哪個地方 尤其是在這種很popular的Stadium 我很怕有些人故意來支持 但收音的部分大家可能要請見諒一下 Oracle的旁邊直接就是大馬路會造成 有些收音上的障礙 因為旁邊的車都開得非常快 喜歡這支開箱影片的記得訂閱Gino 記得訂閱頻道和按讚 粉絲專頁還有不要忘記到我的Instagram Gino is funny 追蹤我唷 目標成為NBA巨星 See you next time 再繼續往下 我沒記錯了吧 我沒記錯了